师父,什么是六道轮回啊? 人的肉身死了,但它的灵魂是不会灭的。 灵魂凭借自己生前行为的善恶, 大自然自会安排它新生命的存在形态和命运。 有的上天成了神仙,有的在转世做人, 有的成阿修罗,作恶多端。 灵魂更为深重的,只能变成牲畜,恶鬼。 再甚者则要下到地狱受苦行,煎熬了。 求生极乐世界,能免拖着六道, 永在仙界,再无生死。 那该多好啊。 我们来此修身悟道,就是从起心动念处着手。 专精一念,发菩提心,定能结成佛果。 龙女,善才,你们拜我为师,结成化缘。 我们必须在此终身立志,苦修行。 脑技六根清净,专心吐纳修炼。 诵经念佛,直到三会红开,六能清正,修成正果为止。 谢师父。 送付着腰颜色、 entrwritten到三会红开,六能清理念头。